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上一期这一个评测的视频咱们全部都发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充电头 性能是非常好的啊 特别是文波 他最高功率的时候文波只有30毫伏 然后就是有很多网友也有疑问 他这个能不能支持三星的45瓦的充电 这个是可以的我们第一时间问了官方 三星的45瓦的快充他是可以支持的 然后我们这一期就是把这一个充电头 还有这一根数据线都拆解开给大家看一下 咱们话不多说进入拆解环节 首先咱们先拆这一根数据线 数据线内部的eMark芯片信息咱们上一期的视频都已经放出来了 如果需要看的可以去看我们上一期评测视频 直接剪掉这个护套 这内部有钢套进行保护 内部也是被胶全部都封住了 拆开这个钢套然后清除这些胶水 这内部有一颗eMark芯片 背面的话就是数据线的焊接处 eMark芯片 它的四应型号是332B CKB1 来自一家专注于智慧能源控制技术的公司 深圳惠能泰半导体 成立于2015年 这是一颗USB Type-C的电子标签芯片 是业内首颗通过USB PD3.1认证测试的芯片 它支持PD3.1 EPR240W功率传输 和USB4更3 40Gbps数据传输 同时也支持雷电3 自带加密功能 可应用于设备对线缆的身份识别 其自定义的密钥方便各厂商进行定制 这一面的话我们也把它拆开 我们取下这一边的钢套 一样的都是被胶灌满了 它上面是没有eMark芯片的 采用的是单eMark芯片的方案 这就是这个数据线的横截面 线芯还是挺粗的 拨开数据线的外皮 我们可以看到 用杜锡线缠绕起来 做成的屏蔽网 我们捋开第一层 屏蔽网的铜丝 这里面还有一层 一共两层杜锡铜丝 做成了一个屏蔽网 这一层是稀薄的屏蔽纸 这是这个充电器 凯夫拉材质的抗拉纤维 两根红色的正极电流传输线 负极线线为一根白色的线线 这四根是数据传输线 三根线用于电流传输 内部为杜锡线的铜丝 每根线都有抗拉纤维 四根数据线内部一样的 有抗拉纤维 都是用的杜锡线的铜丝 这就是咱们拆解开的 这一根库太科 一米五长的 C2C的数据线 内部的用料展示 大家觉得 这根线做工怎么样 我们现在就是拆这一个 15号充电器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充电器的接缝 这里有一道缝隙 然后这一个是单独的一个模块 我们要把想办法把它取下来 然后这里有一个面壳 通过解胶剂 费了九流二虎之力啊 终于把它拆开了 这个面壳是用黑色的双面胶 把它粘在这上面的 这一个折叠的插角 它是一个模块 上面有卡扣直接卡上去的 很难拆的 这个我敲了半天 折叠插角是通过连接线的方式 从这个地方进入到内部的主板上面 然后主壳体非常的劳实 切的差不多了 我们直接用敲棒把它撬开 这两面壳体焊接的是非常劳的啊 切了满手都是灰 充电器本体 全部都被胶灌满了 全部都封死了的 清理这个充电器的硅胶 足足用了我 四个多五个小时时间 这上面两块就是这个充电器的散热钢板 把整个充电器把它包裹住 散热钢板内部还有黑色的麦拉片进行绝缘保护 初次级有塑料绝缘片和黄铜的散热片进行隔离散热 黄铜片内部也有黑色的麦拉片进行绝缘保护 充电器的整个主板采用的是有源功力因素校正 PFC的电路 和LLC斜阵拓补的设计 利用这种架构来实现高效且可靠的电能传输 次级的输出端通过三路独立的降压电路 实现四个接口的快充功能 其中C1和C2口为独立的降压电路 C3和A口共用一组降压电路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主板 然后我们就是进一步的拆解它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充电器的各种用料 C3和A口共用一组 核叠插头部分通过这个塑料盖板 用两颗螺丝进行固定 内部黄片为吸磁的金属材料 插头部分为不吸磁的铜质材料 通过一中一栏两根导线连接到主板 输入端一颗黑色方块形 慢恢复保险丝来自聚焦中高端电子电力 电路保护元件的公司 东莞市贝特电子科技 成立于2003年 这颗保险丝是贝特936系列 慢恢复保险丝 规格是4安 内压250伏 这个是输入端的一块小板 绿色的一致浪涌电流的 NTC热明电阻 司翼型号 SCK012A 来自长州辛勤电子公司 这家公司隶属于台湾的辛勤电子 成立于1979年 主要生产保护类元器件的一家公司 这是一个输入端的一个共膜电杆 内部磁心为绿色 采用绝缘线和气泡线进行绕制 用来滤除220伏交流电内部的杂波 一颗黄色的安归X2电容 来自隶属于成立于1986年 台湾威迪电子工业的东莞威迪电子 这颗电容的规格是 0.22微法 耐压310伏 负责将220伏交流电整成 麦动直流电的一颗整流桥 它的司翼型号是 D6UB100 来自国内半导体分立器件芯片 设计制造销售的公司 扬州扬节电子科技 成立于2000年 这一颗整流桥的规格是 6安 耐压1000伏 三颗 橙色的 绿波薄膜电容 来自日本的 日金电子 这是一家历史悠久的薄膜电容器 生产厂家 日金薄膜电容在音响发烧有圈子里面有着很好的口碑 这三颗电容是日金的 MPX系列金属化 巨饼吸膜电容 规格是E微法 耐压450伏 薄膜电容的旁边 这里有一颗 绿波电感 外部用热手管套住进行保护 内部的磁心为黑色 用气泡线进行扰制 私印GS5M 这是一颗 PFC旁路保护 快恢复二级管 防止电感 质感产生的反向电流 用来保护整个电路的可靠性 这是初级电路的另外一颗 绿波电感 底部有电幕 用黑色的胶水进行固定 内部的磁心为黑色 用气泡线进行扰制 这个充电器的主控芯片 就是这一个14角位的芯片 它的私印型号 GGNFRB 实际型号是 SY5055A 来自美国 希利捷半导体 成立于1996年 是一家专注于设计和制造高性能低功耗 模拟数字混合 信号集成电路的公司 这是国内第一款 将PFC控制器 和ALLC控制器 合缝在一起的芯片 支持CRM和DCM模式 采用谷底检测 可降低开关损耗 并提升液脉性能 集成 X电容放电功能 具备半桥驱动器 可直接驱动 MOS管 简化外围器件数量 支持输入过压嵌压保护 输出过压嵌压保护 和过热保护等等 完善的保护功能 主控芯片的旁边 这里一颗 PFC生压开关管 私印型号 70TK190B 来自一家自立于第三代 半导体 硅基氮化家外延 及器件研发与制造的高新技术企业 英诺赛科 成立于2015年 这是一颗硅基氮化家 增强型功率净利管 具有极高的开关频率 零反向恢复电荷 第三级电荷 低输出电荷的特性 规格是 赖压700伏内部的导主 190毫 PFC生压整流二级管 私印型号 ES5J 是一颗赖压600伏的 超快恢复整流二级管 这一个就是这个充电器的 PFC生压电感 电感还是蛮有成熟的感觉 外部有胶带缠绕进行保护 上面有厂家的私印信息 这个变压器就是这个充电器的 LLC 斜阵变压器 这个是比较迷你小巧一点的 外部一样的有绝缘胶带 缠绕进行保护 上面有厂家的私印信息 LLC 斜阵拓补电路基本半桥电路 是由两个淡化加开关管组成 两个管子的私印型号都是 70TK350B 一样的来自英诺赛克的 硅基淡化加增强型功率经理管 它们的规格都是 赖压700伏内部的导主 350毫欧 斜阵变压器的旁边 一颗灰色的斜阵电容 来自创建于1955年 一直专注于薄膜电容器的研发和制造的公司 厦门法拉电子 这颗电容属于法拉电子的 MMK P82系列塑料外壳金属化 聚笔锡膜电容器 它的容量是0.22微法 赖压630伏 三颗主滤波电解电容 有一颗残绕有胶带进行保护 三颗电容来自1984年成立 以研发制造及销售铝电解电容为核心的企业 香港东家电子 这三颗电容的规格都是27微法 赖压420伏 属于东家电子的KZM系列 赖高温引线式电解电容 棕色的主控芯片供电电容也是东家电子的 它的规格是47微法 赖压25伏 属于东家的KLH系列 低主长寿电解电容 这一颗就是这个充电器的主变压器 它的次级有四根引线进行输出 这边是它的初级端 变压器上面一样有厂家的私印信息 外部有绝缘胶带缠绕进行保护 两颗贴片式陶瓷Y电容器 来自专注于被动元器件研发生产及销售的 四川特瑞祥科技 成立于2014年 一颗私印型号Y1331K 330匹法 赖压400伏 另外一颗私印型号Y1221K 220匹法 赖压400伏 两颗并年使用 提升安规等级 用于输出电压调节反馈的光电偶合器 私印型号 OR1008 来自成立于2008年 专业从事光电偶合器 及其发射接收芯片研发生产销制的公司 深圳市 奥伦德元器件 这一部分电路就是这个充电机的次级输出电路 有一个小板通过排针进行连接 这上面有一部分芯片 然后其他的主要的芯片都在这一个输出小板上面 这一颗六角芯片 是一颗同步降压变换器 它的私印型号是 JWBHJ 来自以虚拟IDM为主要经营模式的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企业 浙江杭州杰华特为电子 成立于2013年 实际型号是JW5026 这是一款电流模式单片降压开关稳压器 它的输出电压是 4.7至40伏 内部集成两个NMOS 提供一安的连续输出电流 内部NMOS在不使用外部削特机二极管的情况下 提供高效率 在轻负载下 以连续导通模式运行 以保持低输出纹波 提供完善的保护机制 确保适配器兼顾耐用 六角芯片的旁边 这上面 有一颗同步整流控制器芯片 它的私印型号是 MP6924A 来自一家全球领先的智能电源管理解决方案提供商 美国新原半导体 简称MPS 成立于1997年 这一颗是用于LLC 斜阵变换器同步整流的 双路快速关段智能整流器 具备4.2-35V VDD宽输入工作电压范围 支持 副边高端和低端整流 支持CCM CRCM 和DCM 工作模式 可驱动两个 NMOS开关管 具有轻载功能 以便在轻载下 避锁三级驱动器 将电流限制为175V 最大限度的减少了现有标准外部原器件的使用 以降低 适配器的成本 整流器旁边 两颗 同步整流 NMOS开关管 它们的4E型号是 JMS070N10 来自一家专注于车规级 功率半导体设计的企业 深圳 真帽家 半导体 成立于2016年 这两颗NMOS的规格是 赖压100V 内部的导组 6.5毫 一颗贴片式的输出滤波固态电容 一样的是来自香港的东家电子 它的规格是680V法 耐压35V 属于东家的VX系列 贴片式耐高温固态电容 C1口 C2口 分别是独立的 二次降压电路架构 C3口和USB-A口 为共用一路 二次降压电路架构 C1口和C2口的 降压及协议芯片是一样的 4E型号是 SC9712A 来自国内领先的 模拟盒嵌入式芯片 设计企业之一 上海蓝芯半导体 成立于2015年 这是一款高度集成的 双端口快充SoC 支持多种快充协议 内部集成36伏 高效同步降压控制器 能够最大限度减少外部组件 两颗芯片可以相互通信 实现单端口工作时 全功率输出 为设备提供高达140瓦的充电功率 双端口同时工作时 自动分配功率并提供多种保护机制 包括货压过流保护 短路过温保护等等 有效保护芯片和系统的安全可靠性 C1和C2口的两颗二次降压电感 底部有电幕并打上黑胶进行固定 内部磁性为黑色 用气泡线的铜丝进行绕制 C1和C2口的四颗降压 NMOS开关管用的是两种不一样的品牌 一种私益型号是66406 来自美国AOS万代半导体 是一家专门从事电源类集成电路设计和生产的公司 成立于2000年 规格是赖压40伏 内部导组6.1毫欧 另一种私益型号是4610A1 来自始终聚焦功率器件研发与应用技术研究的公司 深圳市微造半导体 成立于2012年 这颗NMOS的规格是赖压40伏 内部的导组6.8毫欧 C1和C2口的输出滤波固态电容 也是香港东家电子的 规格是100V法 赖压35伏 也是属于东家的VX系列贴片式 赖高温固态电容 C1和C2口的输出VBUS开关管 一样的是深圳微造半导体出品的 它的私益型号也是4610A1 规格跟上面这个NMOS是一模一样的 这里有一个R2003 这里有个R2003 分别是C1口和C2口的电流取向电阻 C3口和USB-A口为 共用一路 升降压及协议芯片 二次降压芯片 私益型号 IP6550 来自一家以电源管理芯片 快充协议芯片的研发和销售的公司 深圳应急芯 成立于2014年 这是一款集成双NMOS驱动器的降压控制器 支持最大36V输入电压 集成电感峰值线流和双路输出平均电流线流功能 具有线补功能用以补偿连接线主抗引起的电压下降 具备完善的多重保护 提高适配器的可靠性 二次降压的电感 跟C1 C2口的电感做工是一样的 配合IP6550芯片的另外两颗上下NMOS开光管 私益型号也是用的4610A1 来自深圳微造半导体 跟前面的规格都是一样的 C3口和A口的USB协议芯片 也是上海南星半导体出品的 私益型号SC2153A 是一颗支持PD和DPDM快充协议的控制器 内部集成反馈环路 支持最新的Type-C和PD3.0标准 集成32位高性能MCU内核 24KB单置编程存储器和2KB RAM 同时还支持DPDM接口的专用快充协议 提供丰富全面的保护功能 确保4倍器的安全可靠 一颗私益2558P的定制六角芯片 用于C3口和A口的功率自动分配 C3口和USB-A口的输出滤波固态电容 也是香港东家电子出品的 规格是22viva内压16V 属于东家的KS系列引线式固态电容 C3口和USB-A口的输出vibus开关管 私益型号为3618A1 一样的是来自深圳微造半导体的 这一颗MOS的规格是 赖压30V 内部的导主6.4毫 这一颗白色的 R2005为 C3C4口的电流取样电阻 这是三个USB-C的连接器 两个蓝色为大功率 黑色为小功率的 内部舌片都是光滑细腻 而且没有毛刺 黑色的也是一样的 连接器做工都是非常过硬的 然后这一个是USB-A口的连接器 舌片也是光滑没有毛刺 外部有塑料框架保护 这个是插头部分的塑料 上面有PC主燃的标识 这个上面也有PC主燃材料的标识 初次期隔离用的一个塑料片 上面也有主燃的标识 两块主壳体分别都印有PC主燃材料的标识 这一块上面也有 充电器面壳上面也有PC主燃材料的标识 这个库台壳15号 140瓦淡化加四口充电器 评测和拆解下来 我们可以看到它不管是快充功率的兼容性 还是文波控制都是非常优秀的 特别是四个充电口两个大功率 同时兼容米家设备的私有快充协议 融合快充来兼容蓝厂和绿厂也是不错的 这种兼容性在140瓦内幕的大功率充电器 实属是很少很少的 充电器内部用料全部都是一线大厂的用料 可以用豪华来形容了 还有它200左右的屠夫的价格 咱们啥也不说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